新年一史,全军新年度军事训练全面开启 部队官兵展开作战指挥研练,对抗演习,比武竞赛,战备拉动等掀起练兵备战热潮 今年,全军各级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矛定建军一百年奉动目标,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 大力推动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一是大抓基础训练,落实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精神 全面推开专场化任教,集议化祖训,模拟化训练 标准化考核祖训模式方法,广泛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不断助劳打胜仗的根基底盘 二是大抓对抗训练 构设复杂训练环境,逼真模拟作战对手 大力开展指挥对抗,使兵对抗演练 突出抓好昼夜连续对抗训练 强化极限边界条件下训练 不断摔打锤炼部队 三是大抓联合训练,深化连战连训 加强军事斗争一线任务联兵 广泛开展实景化联合演练 加大军兵种联合编组,或为帝首,或为条件训练 加快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四是大抓科技练兵 瞄准高端战争,强化具有智能化特征的信息化作战演练 抓好以无人智能为重点的新装备作战运用训练 培育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新的增长级 全军指战员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 束牢不畏强敌,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弘扬一不不二苦,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全身心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热潮 全面锻造,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禁律